好,来看一下这位叫刘东良的球友说 下旋球如何进行暴冲 是吧,专业的老师说先撞后摩擦 但往往业余板形前压 一撞到球就已经下网了 板形过力,球是先摩拉过去了 但是没有速度和力量 你说的是板形压的过势吧 是没有速度和力量吧 这个问题其实这么描述会产生一些误解 我看到之前有些群里面在讨论 拉球的时候要提高质量 是不是应该先撞击到球以后再开始摩擦呢 首先这个描述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击球的动作不是分解的 不管拉球也好,攻球也好 它不是两个动作合在一起 它是一个完整性的动作把它做完的 包括我们拉球,它是一个曲度的挥拍 所以它不存在说我先撞击到球以后再进行摩擦 因为你撞击完了,球就已经飞了 是吧,你怎么可能再去改变拍形来摩擦呢 那么我们所谓的这种先撞后膜是一种感官上面的这种理解 就是在击球的这个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内 我能够感官到我是把这个球撞击到球拍上 吃生了以后,然后来制造摩擦 其实这个它并不是说我撞击完了才开始摩擦 这个动作它本身就是一个加大撞击力并且制造摩擦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要前冲的时候 必须要对球体有这种斜撞击力 有了斜撞击力 那么当我的力量是穿透过球星的时候 那么撞击的成分比较多 如果说我的力量是离球星 是吧,这个挥拍力量是离球星比较远 那么就会制造旋转 所以我们的这个发力的问题 并不是说分解开的 那么我们在前冲下旋球的时候 你肯定不可能把拍面压死去冲 如果说你把拍面给压死了 你可能过都过不了网 直接下网 那么我们讲的拉下旋球 是吧,又要保证上台 又要保证摩擦的够 但是呢,还要能够制造前冲力 那怎么办呢 在引拍的时候 拍面适当的多力点 甚至说这个球很转的话 稍微的后痒一点点都可以 然后在挥拍的过程当中 身体的重心向前 带动我们的手臂去发力 制造向前的这种惯心力 然后在击球的瞬间 我们的整个拍形 并不是说还是立着的 那你可能就撞上去了 对吧 拍形在挥拍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腰部带动手臂发力的过程当中 带出一个曲线来 这个曲线呢 就好像是一个内弧一样的 看起来 这种外形看起来像一个内弧 把球包裹住一样 那么这种挥拍的曲度 就能够对球 除了撞击以外 能够对球体制造摩擦 并且把球的弧线能够控制住 手腕在我们暴冲下旋球的时候 手腕要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 千万不能僵硬 越僵硬撞击成分越多 越放松 摩擦的越充分 因为本身斜撞击力 就是制造摩擦的一种方式 所以呢 我们要让手腕放松了以后 你的身体来带出挥拍的这种 内弧的弧线 把球包裹住的这种弧线以后 自然就可以把球的弧线控制低 保证不出台 而且 球的质量还很高 而且前冲下旋球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去等 是吧 你等到下降期去冲 可能专业运动员也做不到 冲下旋球尽量在上升后期 或者是高点期的时候就要出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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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